有没有人你对科学的历史比较有兴趣 我对科学历史蛮有兴趣 其实从大学开始我就一直会去想说 到底这些发明是怎么来的 那这些数学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他们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创造出来这些数学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看我们华人传统文化所学的那些东西里面 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跟罗吉类似 很少很少是不是很难想出来 但是事实上应该有一些早期的萌芽 那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些各家各派里面 跟罗吉比较有关系的是哪一派 墨家 墨家 墨家其实蛮有系统性的思考 那所以也可以说啦 但是他其实是比较偏向真实世界运作的一种罗吉 但是跟那种我们现在要讲的这种罗吉是属于类似不理代数的这种 那这种其实在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是不太有的 勉强要说的话 春秋战国时代的 明家 他们所学习的是诡辩之术 那诡辩之术 譬如说 他们会去做一些论述 这些论述 让你觉得很奇特 举个例子 在之前的维基分里面 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句 我忘记是从哪一个 搞不好是庄子 所以不是明家 这是道家 那明家也有很多 那 维基分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用了一个例子 就是 一尺之神 一尺长的神子 然后日节其拜 万事不节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你一尺节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应该是 最后还是会胜 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对 所以 照理讲 诶 这种 好像有点在做逻辑推论 OK 那 这个部分是比较数学 对 一尺之神 日节其拜万事不节 那 这个是 感觉就比较数学 那 在另外 在明家有一个 龚生龙 他不是说 他提出了一个鬼论 那个鬼论叫 白马非马 有听过这个吗 有听过这个吗 所以真的 我不记得 他到底 真正的论述是什么 但是呢 他其实论述的很容易 把你带进去 然后你就会发现 咦 好像真的蛮有道理的 每一步好像都蛮有道理的 但是整个串起来 完全不通 我们稍微看一下 白马非马 好 这个白马非马论 维基百科 白马论 这还有故事 战国时有一批 一城有令马匹不得出城 然后有一天 赵国平原军的时刻 公孙龙 带着一批白马要出城 然后 所谓的士兵对他说 马匹一概不得出城 所以公孙龙是 名家的那个代表人物 那他最会讲 白马并不是马 因为白马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白色的 二是具有马的外形 但是马只有一个特征 就是具有马的外形 具有两个特征的白马 怎会是 只具有一个特征的马呢 所以白马根本就不是马 然后 那个士兵还真的给他过 那这 很怪 我觉得这一个论事完全 完全 说真的 如果他对着我们论事的话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不会同意 他过吧 就是 明家在这种 这种 这种 方面 弄了 很多的鬼论 白马非马 离间白 和同意 对 他把尖 白石 三个分起来 然后呢 就是坚固 白色 石头 这三个东西把它分开 然后呢 他的论述是什么 他说 石头你把它去掉坚固就只剩白色 这 我知道他 他这是个数学式 各位看出来了吗 他现在说 石头呢 他所谓的石头是白色的石头 石 这个石头呢 他是 既白色又坚固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数学公式 坚固加白色等于石头 那石头减掉白色不就等于坚固 这 看起来是 是 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但是 加减乘存能不能用在这种东西上面 ok 所以 其实 呃 他们那时候的论证 我觉得 很 很怪 但是如果这个一直论下去的话 搞不好中国会出现逻辑学 你都可以离坚白了 那 那 人家一定会再反驳 坚白不可离 之类的 然后他最后就会讨论到 那 逻辑的规则到底应该是 什么 为什么你 你这样子 白色加坚固等于石头 这样的东西不能当逻辑规则 ok 应该 朝这方面过去或许会有点机会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反正 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发展出这东西 那 华人文化里面没有发展出这个东西 那 但是呢 在几乎也是那个时代 亚里斯多德的时代 亚里斯多德的时代 他们就对这个逻辑很注重 那 当然他应该会有他的时代背景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东西在西方文明里面就流传下来 而且 其中断掉了蛮长一阵子 就是 中古世纪黑暗时期之类的那些 那 后来到1850年之后 那个George Boo我开始研究布林代数 那布林代数各位都学过 就是 那个叫做的 迪摩跟定律啊那些 布林代数的东西 那你会想 迪摩跟定律这种东西 跟白马非马 和那个离间白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要相信迪摩跟定律是对的 但是离间白是 鬼论 只是强识多力 或者是白马非马只是强识多力 这跟 数学跟 不是数学的这边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这个问题有人 有人 有办法很明显的告诉我 他两个之间 到底真正的 关键点 一个是变成数学 而且是数学会形成 很多很多科学的基础 对吧 那另外一个是 辩论之数 但是辩论之数跟数学之间到底有什么 因为其实有 他老爸底融跟定律 他之前就已经有更 更 更之前的东西就证明 这个是对的 一路又证明 然后到最后组成了很多对的小定律 组成了一个底融跟定律 所以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讲也很好 就是 就是数学通常他 底融跟定律 然后我前面有一些东西 在前面还有一些东西 然后呢 问题是你一直追追到最前面的时候 他是对的 不对 当你一直追追到最前面的时候 那个东西 我有办法说他是对的吗 不懂 就是只能用直观说 这个直观感觉是对的 这时候就是 有时候会是直观 但是 数学家他会把直观 落实成一些符号 对不对 OK 然后再说 OK这个符号 他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他会定出一堆 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公理 对对 那他定出了公理之后 他说OK 从这些公理出发 我们就可以 透过逻辑的推论 推出一堆的定 好那 可是公理 为什么是对的 对 其实公理他们是说 对数 公理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嗯 就是好像一加一等于二人症 只有存在 嗯 可是 对 公理好像也没有 没有特别在 那其实到最后数学 好像也没有办法解决掉 公理为何正确的问题 就好像扭顿 就好像扭顿没有办法 说明地心引力是怎么来 但是呢 他就说 OK 如果 这样的力存在的话 那我们可以测量 我们可以算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 数学和科学 这个就就像那个 我记得 那个一修和尚 有一集 有一集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一修碰到一个小朋友 那那个小朋友 爸爸妈妈死掉 然后呢 他心里有一些 不安 所以他很喜欢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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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一修碰到他之后 他就 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一修就回答他 一修很智慧 对 然后呢 他就说 那为什么会 他就再反问一修说 那为什么你会这样回答 那 他 又是为什么 然后一修就再回答 然后呢 他又再继续 往他的原因去追问 那最后你会发现 他这样一层一层追问下去 即使是数学 你也总会追问到一个点说 OK 我没有办法再追问下去了 这些 我就称他为公理 那西洋人他们 在这方面 他 有一个 有一个 远远流产很扎实的一个 推论 那到了公理体系 他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 OK 如果公理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些 但是公理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 你要不要把公理应对到现实世界 或者是把公理不要应对到现实世界 都是可以的 OK 所以 國籍学 其实是西洋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他为了要从公理系统出发 可以推出一堆定理 他需要研究 就会继续 那 有没有人听过 你们在 你们在 国中的时候 应该就学过了 那些 那些叫 集合作图 用言归直尺的方式 然后去赠名欧式几何的定理 比如说必识定理 比如说必识定理 对吧 那些我大概都换方 你叫我现在突然去赠必识定理 我记得好像画那个方形 对 两个方形 然后这个 補那边 那个補这边 再最后補起来 诶 对 那这种 这种东西 是 国中的集合就训练 但是 我想问 大家的一个问题是 国中集合的那个欧式集合 的正名 你觉得很扎实吗 你觉得很有道理吗 那如果很有道理的话 那欧式集合的公理是什么 我们稍微看一下欧式集合的公理 欧极里得的几何学 这几何原本是数学里面的圣经啊 对 OK 如果没有欧极里得的话 没有近代数学的嘛 OK 而且他是很早 很早 好 那这里呢 他有一开始是平面集合 对 然后 后来再延伸到三维 那这里有一些 其实欧式集合有一些公理 但是 国中的时候你有 老师跟你讲这些公理吗 那没有 我们都在证明 我到底在证明什么 我们到底站在什么样的基础点上去证明这些事情 好 最后其实 欧式集合的书 我觉得真的很难看 我把他的电子板拿出来看 我真的 看不懂 那个 不是看不懂 字都看得懂 但是问题是 你要跟着他的论述 你会觉得 这个数学其实是不够扎实 但是以他们那个眼光 当时的眼光来看 哇 这个数学扎实的不得了 那这很奇怪 那欧式集合里面 其实他整本书里面 不只有这些公理 他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东西 我还是觉得调诡的地方 第一个 他的五条公理 欧式集合总共有五条公理 第一条是 从一点向另一点可以 引出一条直线 而且只有一条 第二点 韧力的线段 能够无限延伸成一条直线 给定韧力线段 可以用其一个端点做为圆心 该线段的半径 做一个圆 这不就是我们要用圆规的原因吗 直尺就是做这个线 第四点 所有的直角都相等 直角都相等 垂直的 那 若两直线 第五点是若两直线 都与第三直线相交 并且在同一边的内角之和 小于两个直角 那这两条直线 在这一边必定相交 这一句比较复杂一点 他基本上就是说 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 同一边两条直线 都与第三直线相交 所以有两条直线 跟第三条直线相交 同一边的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 这个我看懂 这样 这样 就是 一条一条一条 一条一条 内角 跟小于一条一条 他大概是这样的 再说这件事的 这同一边嘛 同一边嘛 内角之和 这两个角 加起来巧 180度 那他势必就要在这边 会有更加外点 对不对 这是他的公理 那欧基里德的公理 这五条 其实是 他整个 最根本的认数 那这无法再证明了 OK 公理系统是无法再证明 然后呢 这个第五条 是最受引起争议的 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拿掉这一条 也可以推啊 但是呢 却没有人有 有办法呢 从一到四条里面推出第五条 所以 最后他还是得加进去 那 这一个 第五条公理平行公社呢 就引出了很多问题 什么问题 很多数学家试图去用 一到四条去做出第五条 推论出第五条 推论出第五条 但是推论不出来 最后呢 有个天才 那 那个天才就是非欧解合的创办 创始者 他 他 他把他反过来 说 这条平行公理 可以用相反的论数 你还是可以构造一个数学系统 里面没有矛盾 对 OK 那这个就是非欧解合 那 也就是说 欧视集合的第五条 非欧解合的前四条 跟欧视集合前四条是一样 但是第五条是不一样 OK 而且是把他反过 那去掉平行公理之后 得到了一个 新的公理系统 就变非欧解 那 这个有点 太有了 所以西方的数学 其实他们 会从公理系统出发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不灵怠速的公理系统是什么 嗯 不灵怠速有公理系统吗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嗯 是啊 对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那不灵怠速 我们怎么判断对和错 就是一个很直快的公理系统 就是一个很直快的公理系统 哈哈哈哈 是这样啊 对啊 不灵怠速其实 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门数学 我大概看 其实他比欧视集合 我觉得简单多了 那但是 我们好像都是先交欧视集合 不是先交不灵怠速 那 他到底有什么公理系统 这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那 待会儿我们会看啊 到底 到底这种 证明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 故灵怠速 故灵逻辑是什么东西 那 大概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历史 1850年的时候呢 他开始研究故灵怠速 接着1870年的时候 FREG 在 他提出了一阶逻辑系 故灵怠速是只有ABC之类的这种符号 一阶逻辑系统 有类似函数 但是他那个函数叫做 逻辑函数 酸胃值一定是个真假词 那这个是一阶逻辑系统 然后 整个经典逻辑到FREG 就算是一个系统形成了 那但是这个逻辑系统 其实 以人工智慧领域而已 我们要的不是那一个数学 我们要的是你能够拿来用 那所以人工智慧一直试图 把那些数学拿来用 逻辑是他们第一个尝试 想要觉得 这样子拿来电脑上面使用的话 应该会很强大 但是 最后我们看到的历史 人工智慧的历史 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不太强大 而且不太好用 那 这些逻辑系统 其实我们会 必须要考虑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一字 什么叫一字呢 像刚刚那个离间白和白马飞马 我觉得他就有 有那种不一致的情况 ok 第二件事情 他要考虑完备 完备就是所有的定理 所有真的东西 都可以被推出来 这叫完备 那一字呢 就是 你不能既推出 A 又推出Not A A和Not A 所以 两个同时存在 就不一致了 ok 所以逻辑系统 他们 会考虑一致和完备 这两个特性 那 这件事情 在我们资讯领域 有很多课 但是我们系上 都 不会去开这种课 那 唯一会接触到的 大概就是这一门 另外还有一门 第二次狄胜数学 狄胜数学 狄胜数学 有提到逻辑系统吗 他有没有讲什么是 一致和完备 没有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喔 Flag不是在 19 1870年提出一阶逻辑吗 那 1870年 提出这个东西之后 在1900年的时候 有个大数学家 叫 比尔伯特 他 在1900年 做了一次 对全世界很多 很多数学家 做了一次 很大规模的演讲 那 因为是世纪第一年 新世纪第一年 所以他 他就讲 这个世纪 即待解决的25个数学问题 结果 结果呢 就是 一阶逻辑系统 是否以至于完备 这一个问题 就是他25个数学里面的第二个 但是呢 没有人 就是 谢伯特他本身 没有办法证明 一阶逻辑系统 这个是完备 可是 到了1929年的时候 应该是 28 27 对 1929 29 29 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人 叫 哥德 哥德 他证明了 一阶逻辑系统是完备 一字且完备 到了1931年的时候呢 他又在 扩充这个一阶逻辑系统 把速率的功力纳进来 然后有了加、减和乘 这三个东西 然后 他把加、减、乘 放到一阶逻辑系统之后呢 他发现这个逻辑系统 不可能完备 因为他可以证明 证明说 你要嘛就是不一致 要嘛就是不完备 你不能两者都有 OK 那如果各位去念研究所 有台新加的研究所 很多都会必修一门课 研究所很少必修 但是呢 我在上的时候 这门课都是必修 叫计算理论 这个一阶逻辑就是计算理论 一开始导入的地方 然后后来呢 再去 再去谈哥德尔定理 然后完备定理 不完备定理 然后就把逻辑整个上完之后呢 开始用 接到图灵机 然后再去讲 讲 复杂度的问题 演算法里面的bit all OK 然后讲到 图灵机里面 他就会认证 什么样的问题是可解的 什么样的问题是不可解的 那停止问题就是一个 没办法完全正确解答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在这些可解的问题里面 有哪些 哪些是可以比较快解出来 哪些是你 输入大的时候 他几乎解不出来 那这就 就又衍生出来一个叫 NPComplete的问题 那 这个其实发展很久 像NPComplete 这个问题大概1972年有 好像叫Cohen提出来的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这里牵涉到的一堆意思 那哥德尔在证明完 背和不完 背定理的时候 其实他都采用一种正法 叫做矛盾正法 那数学很多里面会采用矛盾正法 但是 也有一些数学家觉得 矛盾正法 其实不是一个建构性的正法 所谓建构性就是说 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证明出来 OK 那中间的过程我都有 但是矛盾正法 他是一个说 我假设这一个东西是对的 接下来呢 证明到最后发现他有矛盾 那我就说这个东西是错的 OK 那后来 哥德尔证明的完背和不完背 定理的时候采用的是矛盾正法 所以他没有告诉你一个程序 可以去做逻辑推论 然后可以一致又完背的逻辑推论 后来1965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Robinson 他提出了一条非常简单的 逻辑证明的规则叫Resolution 他说明了如何用矛盾减证的程序 叫做Reputation 去证明逻辑系统 在逻辑规则在某个系统里面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这个方法 其实是在哥德尔之后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对不对 那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 到底他们所谓的逻辑 一代一代的逻辑长的什么样子 从比较早期到比较近代 长什么样子 最早期的大概是亚里斯多德 他用的叫做三段式推论 三段式推论规程 那三段式的推论有一个大前提 有一个小前提 然后有个结论 这个大前提是个普遍原理 小前提呢 是这个普遍原理所涵盖范围里面的一个特殊个案 那既然普遍原理都成立了 那特殊个案当然 当然就是说 当你把特殊个案 确定之后 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普遍原理来推出 你的推论结果 那这边有个例子 所有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会死 这样是一个逻辑推论 感觉还蛮有系统的 可是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雅里斯多德在做这种推论的时候 跟我们在看公孙隆的白马飞马和黎尖白 到底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们后来发展出来这个逻辑 我们会觉得它是个数学 然后白马飞马 我们认为它不是个数学 都是用白话文讲的 对不对 一个用英文一个用中文 那这都翻出来 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 那为什么 雅里斯多德这个 就我们会觉得 诶 它是逻辑学 然后公孙隆只是普成 因为它的大前提是 因为它有大前提 那我们来看看公孙隆的白马飞马 到底有没有大前提 好不好 他说白马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是具有马外型 但是马只有一个特征 具有马外型 所以具有两个特征的 二不等于一 对吧 二不等一 所以这个具有两个特征 当然不会等于只有 一个特征的那个东西 所以 它不是 所以它有没有大前提啊 我觉得有耶 也有小前提啊 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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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两个大前提 嗯 嗯 就说 我想 如果我来看的话 它的大前提是什么 就说 嗯 特征是不同的 必然是不同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大前提射错 嗯 像应该是马是一个大前提 然后白马是在马里面的一个特征的个案 那应该是分错 嗯 集合概念 对 像有写 有写一下有写 集合概念 对 对 下面有写嘛 对不对 集合的概念 那如果这个 它所谓的大前提 是一个比较宽的东西吗 是啊 那 小前提是一个个案啊 然后套上去之后 就可以做推论了 这感觉有啊 大前提是 是 白马有两个特征 然后呢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是 特征不一样的 就是不同东西 OK 所以白马不是马 但是为什么它这样是鬼论 特征数不一样的就是不同东西 这一点 诚意吗 OK 很鬼 鬼掉 掉鬼 对不对 OK 回过头来看 他这边说 所有人终会死亡 蘇格拉底是人 所以蘇格拉底会死 很合理 但是到了公孙隆那边完全不合理 那我们数学嘛 你用自然语言讲出来 我们真的觉得很难说是一个数学系统 对不对 我们数学系统 最后通常会 落实为符号 为什么要落实为符号 因为 自然语言有很多模糊性 那 红孙隆似乎就在利用这些模糊性 来钻漏洞 如果逻辑要变成一个数学的话 他就不能有那么多模糊性 所以就不能有漏洞可以抓 所以 从 亚里斯多德之后 就很多人 就是到了18世纪的时候 有些人 把他的东西捞出来之后 发现说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弄成一个数学系统 没有模糊性 那最简单的数学系统 应该就是 只有针和针 那用0代表针 E代表针的话 那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些规程 例如说 Soy 这个是O Soyoz 就等于Soyoz 这是结合力 Soy等于Yoz 交换力 那列出这些逻辑规程 但是这些逻辑是公理 是公理吗 我觉得不是 这已经是定义了 这个 这个是一些 定理 定理 但是它不是公理 因为这些应该是可以推得出来 只要我们会什么 只要我们定义了什么叫O 什么叫O 什么叫And 那定义好之后 我应该就可以从真值表去推论出这些东西 所以呢 所以呢 在程式里面 这个符号我们通常打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特殊字元 然后呢 所以我们也不会用一个上面的线来打 这打不出来 所以我们会这样写 我就用数学的写法 不是数学 C元的写法 我就用C元的写法 那就写成Soyoz 整个Soyoz OK 通通都改成C元的写法 那这样比较容易打 那接下来就是Flag 在1848年他所提出来的 一阶逻辑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逻辑系统里面呢 都只有单一的变数 但是他没有函数 他没有函数这个概念 到了Flag提出来的一阶逻辑系统 他是有函数的 但是这个函数是一种不灵函数 OK People S 如果S是苏格拉底 那People S 他确实有苏格拉底这个人 所以他是True Motor是会死的 会死 所以呢 这条规则代表说 只要是人 就会死 而且这里有一个道A 这个叫对于所有 For all 对于所有S 只要他是人的话 他就会死 OK 这个是不是会比刚刚的这个 还要强大一点 因为他除了有S 这种东西以外 他还有函数 OK 所以照理讲会强大一点 那这时候我们 能不能把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 写成一阶逻辑的数学 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写成 For all S People S Imprime Motor S 然后呢 小前提就是 People Sobrate 结论 因为People Sobrate 把Sobrate 带到S里面 那于是他就会得到Motor Sobrate 所以意思是说 当我一个 一个例子 带到这个S 之后呢 因为他说For all For all 对于所有都是这样 那我就可以确认说 这一个会成立 Motor Sobrate 会成立 OK 那这就是他们 他们把逻辑 不断的在系统化 数学化 那让那些诡辩呢 可以 可以无所遁情 所以有一阵子 大概在19世纪 30年代 应该1930年代 不是19世纪 20世纪 1930年代的时候 有一堆哲学家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创立了一个叫 逻辑分析学派 那这个逻辑分析学派呢 就专门找日常生活里面 的一些东西 然后 然后 我们用 用口语讲 讲不清楚 那会有 会有一些模拟两可 会 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根本全部都 想办法用 逻辑的方式 写 然后 试图让整个世界 变成一个 很符合逻辑的世界 但是 这个学派后来怎么样 逻辑分析分析学派 后来当然就 就 慢慢的又又摔落了 会怎么勒 因为 这种东西要拿来描述日常生活 是很困难 像人都会死这样的事实 百分之百 沉密的事实 在日常生活里面 不是很多 比如说今天下雨 明天下雨 那我可以推论后天会下雨 所以像 我如果写一条规则说 今天下雨 明天下雨 in fly 后天下雨 那不得了 这个世界只要下过一次雨 全天全世界 就一直下雨 这个世界当然不是这样运作的 所以到了 这个 有了这个Flag的一阶逻辑之后呢 Dilber在1900年的时候 他就 当然他们会 都了解Flag的一阶逻辑系 然后他就提出 一个问题 他说算数公理系统 这算数公理系统 的无矛盾性 讲无矛盾性 就已经是建构在 物理逻辑之上 OK 然后又再加上算数公理系统 就是 加减乘 除 当然 他们不见得 会把除纳进 加减乘 其实就很够 那 他说要证明 这一个 算数公理系统 没有矛盾 就是 Hilber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振不出来 所以 很正常 那 Hilber是 德国的 非常伟大的数学家 像那个 各位如果去念数学系 如果去念数学系 你会发现 他们学 会学一种叫泛函分析 泛函分析里面呢 有所谓的 希尔伯特算子 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 一堆正交的 正交的 空间系 但是这个正交的空间系 系统 的想法 不只是在 像欧式几何这样的 直角座标上 它 可以用来描述 sine波 cosine波之间 互相正交的情况 他只要符合 那个 正交的这个定义 就可以 形成一个空间系 那 Hilber就把 sine cosine 形成一个 无线维的空间系 两两之间都互相正交 结果呢 为复利液转换 提供了一个数学基础 这很奇特 好 所以 Hilber的意思是 要如何证明 算数公理系统的 Compatability 那这个Compatability 又是一个新的词 它代表了说 必须同时具有一致性 Consistent 和完备性 Completeness 那 所谓的一致性呢 就是不会有矛盾 就是它不可能说 我在 从一个系统推出P 然后又从这个系统推出NAT-P 这样的话呢 就代表这个系统A 没有一致性 如果可以这样推的话 就没有一致性 那完备性的话 是指永远为真的算式 也就是定理 都是可以被证明的 不会有一些定理正不出来 那结果 Hilber在后半生里面 其实他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1906年出生的哥德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第一个提 1929年 提出来的叫 哥德尔完备定理 那第二个是在1931年提出来的 哥德尔完备定理 那这个有点 一般来讲 听到一定会觉得有点诡异 你说他又是完备 又是不完备 什么意思 但是两个问题所说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他并没有矛盾 一个是说 纯粹的一阶逻辑系统 不加其他额外公理 另外一个是说 加了数学公理的一阶逻辑系统 算数公理的一阶逻辑系统 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并没有矛盾 好 好 那 哥德尔完备定理 他证明了一件事情 一阶逻辑系统 纯粹的一阶逻辑系统 是一致且完备 但是呢 不完备定理他却说了 任何一致且完备的数学形式化系 只要他能够涵盖算数 算数公理 那 这个算数公理是 是 算数 有很多人是不是把它公理化 那最为人所知的是一个 Piano Acid Piano 公升 系 那 如果 一个数学形式化系统 包含了算数公理 那 特別是 Pamor算数公理化 在里面他就可以构造 体系里面 不能证明 但是也不能否证的密体 那 换句话说呢 一个 包含算数的公理系统 要嘛就是不完备 要嘛就是不一致 你不可能说 既是一致 而且又是完备 什么是完备 Complete 就是 完备 完备 好 永远为真的算是 都是可以被证明的 不会漏掉就叫完备 不会漏掉 你的 那些 那些 定理 我透过这些规则 全部都被证出来 不会漏掉 一致的话就是没有矛盾 所以呢 任何一个包含 任何一个包含算数公理系统 他只要包含 任何一个数学化形式系统 只要包含Pamor算数公理的话 就会 就会 有一些命题是无法证明 那所以要嘛就是不完备 要嘛就是不一致 那其实他的关键是在于 这个公理系统可以用来描述他自身 这一点才是关键 一个公理系统可以用来描述他自身的公理 那这时候 你 你如果描述说我是不一致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像停止问题那样 停止问题是你要去判断 一个程式会不会停 那结果呢 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 一个新的程式 那个程式让你永远判断错 OK 同样的 哥德尔 他们的手法也是一样 好 那 这里有 上次我在写这篇的时候 有人一直提醒我 说 一个公理系统 如果 这种公理系统如果包含无线条公理的时候 必须是 列举的 这个 就 就 讲得比较 比较细了 所以我后来 他希望我在这里把它加进去 因为他怕我误导别人 但是我后来还是觉得 我加进去之后 这个就变得很冗长 所以 用注解的方式 注在这下面 OK 但是对数学的人来讲 他们有些很在意这一点 可列举的就是说 虽然它是无线条 但是呢 你有个规则 可以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 可列举 但是 哥德尔虽然证明 一阶逻辑是完备的 就是哥德尔完备定理 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 建构式的方法 因为他是用矛盾证果 用矛盾证果 就不是一个建构式的方法 那所以 这个问题 虽然哥德尔 已经数学上证明了 但是却没有一个 可以让电脑推的方法 他是证明的 但是电脑没办法做 所以Rubinson在1965年的时候 就提出来说 OK 因为我们 只要 用一条规则 就可以推出 所有的 逻辑师到底是真来讲 一条规则就够 那这条规则是什么呢 这条规则叫Refitation 它大致上涨这个样子 这个大A可能是一大串 大B也是一大串 那AI是一个 一个逻辑事实 那或者它要嘛成立 要嘛就不成立 OK 如果我今天 A or AI 这个是ALL B or NOT AI 这两条式子都成立的话 那A or B 一定会成立 为什么 稍微想一想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AI AI如果是0的话 那这个NOT AI 会成立 OK OK NOT AI 会成立 那如果 AI是1的话呢 这个 AI就成立了 OK 那 所以呢 AI只可能是0或1啊 它不可能是别的 所以要嘛 就A 会成立 要嘛就B 會成立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写成 imply的式子的话 其实 会看得更清楚 如果我们把它写成 imply的式子的话 所谓的A or AI 和B or NOT AI 其实这个可以写成什么呢 各位还记得 固灵逻辑 固灵逻辑 里面的键号 其实它不应该有键号 键号只是个定义 对不对 好 那固灵逻辑里面的A or B 是什么意思 或S or Y 是什么意思 就是前提如果为真的话 那么 那么 后面就是如果是错的话 就是会错 对哦 就对 然后如果前提本身如果是错的话 那后面不管怎样都已经是对了 对 对 那真子表该怎么写 真子表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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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种提醒 有四种提醒 对不对 真子的习惯 如果前提是错的 那后面真和假 不管怎样都会是对 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前提是对的 后面一定要是对的 这个呢 这里 所以它的真子表是这样 好 这一个符号的真子表是这样 那这个符号的真子表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它跟这个东西的情况 好 好 我们先看 如果 根据这一个 这一个真子表 NOTA应该是什么 NOTA应该是1100 对 NOTA应该是10 NOTSOY呢 NOTSOY NOTA是100 Y Y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是这边跟这边 做O 做O的结果会怎么样 0O1是1 对不对 1O1是1 0O0是0 1O0是1 没有发现一件事 1O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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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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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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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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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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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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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音量碼就是零,量碼就是一 所以AI和那的AI之中勢必有一個層比 AI和那的AI之中勢必有一個層比 那也就是A和V裡面至少一個會層比 所以他就只用了這一條 你知道在Robinson之前 也有很多人試圖把物理邏輯變成公理化 可以推論的 結果他們有些用七條,有些用三條 到了Robinson,他說一條就夠了 但是Robinson的一條其實是很奇特的 因為他這一條的正法 跟從前的那種三條和七條的做法都不一樣 他的一條的做法是用反正法 他要怎麼做呢? 我要檢查一個算是P 在邏輯系統S裡面 是真的還假的 那我想要檢查他是不是真的 我必須要反過來把NOTP加到S裡面 如果今天他會導出矛盾 如果今天他會導出矛盾的話 那P就是真的 OK 所以他的這一條的正法是比較奇特 是不是 現在看得懂 是不是這一條覺得怪怪的 我們寫一下 AOAI 其實就是 AO NOTNOTAI 也就是 NOTNOTAI OA 用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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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NOTS或Y NOTS或Y 好 現在S是誰 S NOTAI 抱歉 所以呢 這不就符合了 符合了鍵號的形式嗎 所以這邊 就會可以寫成 這邊就可以寫成 S NOTAI 那S加於誰 NO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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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些 哪些 NOTAI 這個 有看懂嗎 所以ROBINSON提出來的一條規則 這條規則很強大 但是呢 雖然他很強大 可以證明所有的 可以判斷所有的 räu 的規則是不是真理 但是 没有人用它 为什么没有人用 因为这个推论系统 要推很久 它很可能要用 exponential的时间才推得完 推得出来 所以 它很慢 它虽然 理论上很强 但是 它在真实的运作上很慢 所以很少 逻辑系统是用这个推法 即使像上次我们跟各位讲的 prolog语言 它也不是用这个推法 prolog语言是用一种叫homeclose homeclose它是有限制的逻辑规则 没有到一届逻辑那么强 但是它推得较快 所以这个大概 我们先把 把这个历史稍微讲了一个段落 各位有兴趣可以先看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 想要看的 内容是 逻辑 比较有系统的把逻辑这个东西讲 讲下 所以各位先 优优优独播剕摩瓏 波尤蒂朗证 海里寺 海里寺 神經病